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呢我们在洛杉矶的安大略城市来看一个新盘 这个盘呢是由Lansy开发商开发的 那这个小区呢叫做Shade Tree 那么Shade Tree里面呢这里面有很多个户型规划 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是他们最火热的Villeton的第12号户型 这个户型刚刚release出来呢就飞速的被售卖出去 很多买家呢甚至去带着凳子带着帐篷来这边排队 等着买房 该小区目前呢飞速的售出了25栋 还有15栋可以选择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抓紧时间啦 那我们今天参观呢Villeton的户型2号呢 它是5个卧室加上2楼的loft 4.5个洗手间3085尺 那么它的售价呢是62万7 Villeton这边的户型1呢更是有好的价钱 是2200尺到2800尺三个卧室 那么是57万起 那么这些户型的视频呢我也会陆续放出来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抓紧联系我 另外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呢是131块钱每个月 那么小区设施呢包括泳池会所公园等等 那么因为安大略还是一个正在开发中的新进城市 那么安大略这一边呢商业设施也很多 华人的餐饮也很多 那么它去超市的话呢就可以往北去库卡蒙哥牧场市的九九大华 也是很方便的 Lancy在这里开发的这一些新盘呢 Mina都有拍 那么最近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放上来给小伙伴分享 那么如果小伙伴想具体咨询哪个户型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进行私聊哦 哦对了忘记说这边的学区了 那么这边的学区呢属于中等是六五六的评分 这个户型呢在一楼是有一间卧室套房的 那么在一楼有一间卧室呢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设置哈 那它的楼梯呢是设置在中间 如果喜欢装修的小伙伴呢可以选择把楼梯改成铁翼的设计 这样呢在中间会更加的漂亮 因为样板房呢这种楼梯是交房的标准 也可以参考看看 那么开放式的厨房加客厅旁边就是楼梯 这种户型设计呢有一点点像之前我拍的 在ChinoQ山上的一栋非常大户型的样子哈 那么二楼一楼梯上来呢它是有一条走廊的 走廊走下来呢第一间就是我们的卧室 那么这个卧室呢是带有洗手间的 再往下走呢就是一个尺寸比较大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尽头呢就是二楼的家庭必不可少的loft空间 我个人觉得呢一个洗衣房带有水池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设置呢是非常的功能性齐全的 这样的话有一些衣物其实是可以手洗再转洗衣机的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loft 让我们先去参观一下其他的卧室 那loft往里走呢转进来的第一间就是我们的主卧主人房 这边的主卧呢采观很好 尺寸呢是比较大的 那主卧这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全景的窗户啊 当然了这边使用的是地毯设计 那么在美国的新房呢大部分的建商他们在卧室和客厅的地面选择呢会通常是使用地毯的 也就是说如果您不做任何升级的话基本交房标准就是地毯 另外呢在厨房洗手间或者是玄关一类 那呢他们可能会选择去使用地砖 那当然了也可以选择跟建商去升级为地板 当然了更经济的做法可能是使用一段时间地毯之后再自行去选择其他公司去做额外的装修 这两间卧室呢中间是有一个连通的洗手间的可以给家里的两个会议上的孩子来使用 好了那这边卧室参观完以后呢我们最后去看一下这个客厅非常的温馨 那么打有治好的书架 就让我们在这个温馨的空间收尾吧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